美国国内总有一股势力 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要遏制中国 搞乱中国 明年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回首百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奋斗 标柄实测 是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壮丽的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人民是历史的乐卷人 中国的制度好不好 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近年来 不少国际机构的民调显示 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超过了九成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 如同鱼和水一样交融 如同大地和种子一样共生 试图割裂和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弱联系 就是与十四亿中国人民为敌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强大自信 同时我们尊重世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无意同任何国家进行制度竞争 也无意同任何国家搞意识形态对抗 我们希望美方也能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 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 放弃注定失败的干涉主义 感谢观看